各位我是華哥呂志華 最近人大通過了港區國安法 商界紛紛表態支持 而匯豐比較後才公開表態支持港區國安法 但引起了社會的小小風波 甚至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加把嘴 竟然批評匯豐現在支持國安法是不適當的 為何匯豐現在公開表態支持國安法 竟然引起了社會的風波呢? 今期我們的話題就是有關這方面 在我未答正題之前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我這條頻道 還有按鈴鐺 以及將我這條影片廣傳開去 多謝各位 好 人大落實了港區國安法之後 商界方面先後都表態支持 但匯豐就遲遲未表態 所以我們的前特首梁振英 曾經在公開方面對匯豐施加了壓力 為何不表態 而匯豐亦都是其後表態支持 在微信方面表示他們 對港區國安法表示支持 以及刊登黃東勝 簽名支持國安法的照片 有關消息傳出去之後 匯豐有一名小股東 這名小股東就叫做英傑 華投資 這間公司 竟然公開批評匯豐 認為他們 支持這個港區國安法 令到他這些小股東就感到不安 以及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都加把嘴了 認為匯豐 被迫支持這個港版國安法 以及他認為中國這種行為要迫匯豐表態 是一種欺凌行為 而蓬佩奧表示 他會聯同西方的盟友 共同對抗中國這種欺凌行為 我想分析一下 香港一直都說有言論自由 經常說中國中央政府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 很奇怪 匯豐公開表態支持這個港區國安法 是他們的言論自由 為什麼美國竟然在指指點點 竟然批評他 難道匯豐連這個自由都沒有嗎 你還說什麼言論自由 所以也證明了 美國政府美國的政客很喜歡這樣 雙重道德標準 他做什麼都行 你做什麼都不行 總之現在匯豐作為一個第三者 作為一個香港的商業機構 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 對港區國安法表示支持 那竟然呢 美國方面是想打壓他 這一點來講大家可以看看 做法是對還是不對 最奇怪的是說 有一間公司 握著匯豐是不足百分之一的股權 屬於小股東 這間公司就叫做英傑華 亦都是批評匯豐的做法 大家要記住 匯豐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匯豐 這間公司整個集團 大部分的盈利都是來自亞洲區 而亞洲區更加是主要來自香港 匯豐過去一直投資在歐洲 和美洲 尤其是北美洲 基本上都是虧蝕的 所以 他們為了在亞洲繼續有一個經營的機會 為了在亞洲有一個發展的機會 他們在香港 表示支持這個國安法 其實是沒有什麼不妥的 大家記住 全世界都知道了 做生意的人 都知道 經濟和政治是永遠分不開的 所謂政經政經 所以呢 匯豐看到這樣的政治氣候 他要表態 這件事是無可厚非的 說真的 你這個是英傑華 也是一間投資公司 現在你反對匯豐這樣的做法 其實你都是一種政治表態 為什麼你政治表態又可以 別人又不可以呢 我們再看看 這間 叫做英傑華投資 究竟 是什麼公司 原來他在紐約交易所 和倫敦 都是上市公司 是全球第六大的保險商 他的業務 曾經 跟台灣方面 合作過 在2008年 他跟台灣第一金控共同創立了 第一英傑華 人秀 這個就是他在亞洲方面的業務 現在來講 在2018年 他亦都是跟香港 一間 資本公司 以及騰訊 合作 全香港首間 網上的人秀保險公司 你看到這間公司 在亞洲有很多業務 但是奇怪 他竟然反對匯豐 支持國安法 即是說 他根本不想 香港 有一個安定繁榮的現象 可能他見到匯豐 被暴徒 燒了 和獅子 他覺得是對的 但我又奇怪 如果你想香港 繼續是一個混亂 紛亂的現象 你投資在香港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跟騰訊 這些公司合作 好了 還有再講一件事 商業機構 作出政治表態 是否匯豐特有 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 在匯豐之前 很多公司 包括了英資方面 太古集團 渣彈銀行 紛紛都已經表態 還有 例如 九龍倉 吳剛正 亦是匯德鋒集團的主席 同樣來講 他都是公開表態 支持了 港區國安法的落實 匯德鋒 吳剛正 怎麼說 他說中央此舉可望 能夠引渡香港特區 原有的生活方式 和作業環境回復正常 相信這次 都是香港很多人的願望 大家看到了 九龍倉集團 匯德鋒集團 亦都是香港很大的地產集團 他都公開表態 至於 李嘉誠亦都是 表態支持的 還有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商業機構 很多商界的名人 都經常談論 這個是正事 大家更加可以看到 李嘉誠 經常都是 將這些 香港的政經大事 在古東大會之中 跟記者的答問 經常發表自己的偉論 較早前 最出名的一句說話 就是 黃台之瓜 何堪在責 為何 當時 李嘉誠 的政治表態 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 又不批評他 為何匯豐他才批評呢 說真的 匯豐現在 雖然他的註冊地 是搬了去英國 但是他的主要業務 澤甄都是香港 以及他 過去有一間 小的銀行集團 變成為 今天跨國的大銀行集團 都是全靠香港 全靠在香港不斷的經營 不斷的膨脹 才可以發展到今天的地步 所以 匯豐對香港政治的關心 他們今天 對政治的表態 是很合適的 說真的 除了這些人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美國 很多商界名人 不但參與政務 亦經常 評論 有關美國的政治 例如 古神巴菲特 古神巴菲特 其實在特朗普 當選 他已經是批評 美國 這個總統特朗普 說他的經營 不善 他說特朗普 屬下的大西洋州 這個是賭業 和酒店上市 上市那麼久 上市了10年 都是虧損 表示 他的經營手法 相當之差 古神巴菲特 也曾經 批評特朗普 說他有 有種族主義傾向 甚至表示 他的股票上市表現那麼差 就算是一隻猴子 用擲標的方式 去投資股票 表現都比他好 你可以看到 這些商界名人 談及政治 談及正事 是私空見慣的 反對派經常說 是遭受到政治打壓 其實 美國的政客 和 他們不適合聽的事情 他們同樣都是作出很多的政治打壓 這間英傑華投資 只不過是匯豐一名小股東 他有什麼權 批評匯豐董事局 所作出的一些這樣的 聲明和決定 我華哥都是匯豐的小股東 我以前有一間叫做保障投資者協會的組織 我相信 我們 所聯合到的 小股東小投資者 同樣來講 都有相當的份量 我們並不贊同 這個小股東所說的 同樣來講 大家記住 他們 他們 是完全不可以代表所有小股東之言 所以現在報章大肆 這樣報導 就說小股東不滿意匯豐 所作出的 這次的政治表態 我覺得這個報導是偏頗的 因為 匯豐的小股東 很多都支持匯豐的政治表態 很支持匯豐 是支持港區國安法 只不過是有一名的小股東 是不同意的 大家不要把這些事實混淆 我希望能夠以正視聽 多謝各位